中瑶书法特点 一是高股淳朴 任何一种艺术的创新 都是在先前艺术基础上进行的 都依赖于先前艺术创作 所积累的经验和技巧 绝不可能凭空产生 书法也是如此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就曾经指出 美作为精神的作品 就连在开始阶段 也要有已经发展的技巧 大量的研究和长久的练习 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汉位之际 已经从先亲两汉的 传历书法中 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这时 历书虽然还是通行的书体 但是它自身已经发生裂变 向着楷书过渡 因此 中瑶既经验历书 有着书写历书的深厚功底 同时 有创制楷法 这就使得它的楷书 不能完全摆脱 其脱胎而出的母体的痕迹 无论是在解体上 还是在笔法上 都明显的带有历书的特点 由于它的楷法驱骨未圆 纯是立体 因而在后人看来 它的书封就显得高骨淳朴 超妙如神 无尽堂插花美女之态 首先 在解体和用笔上 还保留着楷书以前的谷体 也就是立书的部分特点 中瑶楷书的解体 仍然保持着立书特有的体段 字体多横向伸展 呈扁方形 这明显不同于后来的 呈正方或者长方的唐凯 为了将字体写得像立书一样扁平 中瑶常常压缩纵向的长画 例如 当他写双立人或单立人时 诗上下节各占二分之一的长度 几乎数化变成了一点 在贺解表中 比如行 认等字 都是这样的 对于人字头的字 他则采用撇纳开张的构造方式 增大 人字头下面的空间 使字的下部尽量的上贴 比如贺解表中的 企业的起 命令的令 命令的命 等等 中瑶楷书的横向伸展的扁方形 后来就成为小凯特有的提示 就中瑶楷书的笔法来说 由于他是在隶书盛行的社会氛围中生活 已经写惯了隶书 所以当他写凯书的时候 就会自觉 不自觉的运用一些特有的隶书笔法 这也就造成了明显不同于后代凯书笔法的特点 比如贺解表中的不字的横滑 或从等的莫比的一纳 都带有明显的隶书波条痕迹 言 之等两个字的口的左竖的写法 也与后代的凯书不同 它是明显的向右倾 而不是左倾 这是隶书中特有的写法 例如 以应背中的言字也是如此 其次呢 重要的凯书是一种初创 还没有达到后代凯书的精熟的地步 与后来的唐代繁荣 而又成熟的凯书相比 它显得有些智能 带有明显的艺术准备期的草创特点 这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 每一门艺术 都有它在艺术上达到完美发展的繁荣期 前此有一个准备期 后此有一个衰落期 因为艺术作品全部都是精神产品 像自然界产品那样 不可能一步就达到完美 而是要经过开始 进展 完成 和终结 不过 这恰恰是因为像盘山学部的孩子似的不成熟 倒使得中谣的楷书 淳朴而又浊趣 比如 贺杰表和 见记之表 如果与王羲之的《黄庭经》 《阅异论》和王献之的《洛神父》相比 就可以看出来 前者 智之朴后 后者 严美流变 区别呢 十分明显 更不用说 像以后 隋 唐 宋等的作品了 陈宗旦在书评中说 中谣如圣德君子 容貌若语 像 见记表中的 东 年 荒 等字 确实有一种 着朴的雅趣 第二呢 是 背进法度 中谣成前起后 自创新体 他把汉吏 史游的草吏 张之的金草 刘德生的行书等多种笔法 都吸收运用于楷书之中 而且将楷书的各种笔法 如 折拆骨 无楼痕 拨打法 玄珍 垂露 脸峰等 都融为一路 对后世楷书笔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看一下 赫节表中的宣誓的誓字 上横和签字的下一点 实际上是脏草的用笔 而誓字则是草书的姿态 同字又形同草力 日 长 两字的竖画的旗笔 落笔 即转风而下 有飘逸飞动之势 后世的王羲之和楚随良等 都效法了这一笔 这一其中的立笔 那就更多了 书法艺术 特别讲究点 线之美 形状之美 以及 富有生气的节奏之美 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类似于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 中瑶的书法 在把握字体点画基本形态的同时 更注意行笔的集与色 两者相参相合 或缓或集或轻或重 使得笔翼生动 具有变化之妙和音乐般的鲜明的节奏感 比如 贺杰表的行笔 就很讲究 行中有流 流中有行 获取的获的 翻犬旁 第一笔 其笔沉重持色 行笔 着实缓慢 收笔 顿住向上翻出 包含着流逸 第二笔 则行笔流畅 出风锐利 两话 急色有别 一顿 一粒 不相雷同 再比如 旅行的旅 字中的四匹 左边两匹 多带滞留之尾 右边两匹 则有极形之势 中瑶的书法 正是通过用笔 字画的极色 行流完美结合 使得属于世界艺术的书法 具有了听节艺术的音乐般的节奏感 当时 人们对于音乐演奏 就已经具备了 行 流 急 色的明确的美学观念 两汉的王包在 动销负重 就曾以 或留而不行 或行而不留的诗句 来描写 动销独奏式的 快慢节奏的变化 与中瑶同时代的季康 在秦腹中 说到七弦琴独奏 应当是 秦而不速 留而不至 艺术的辩证法 都是共同的 中瑶是将音乐中的 节奏极色的美妙变化 成功的运用于 书法艺术中 中瑶书法艺术的第三个特点是 齐鞋错落 字体齐鞋 行间错落 是中瑶楷书的又一特点 中瑶一贯反对 把字写的整齐一律 刻板僵死 跟他学习书法的颂义 因为把字写的如排算子 而遭到他的痛事 吓得颂义 三年不敢见他 确实 如果艺术固分的强调秩序 同时又缺乏具有足够活力的物质去排列 就必然导致一种将死的结果 所以 中瑶的楷书 一般都是 字体 齐鞋 行间错落 风之动人 而在此以前 无论是传书还是历数 基本上都是一种 对称平衡 端正云称的 这样一种美 具有较强的装饰性 这是艺术发展的早期阶段的一种基本特征 比如 从世界各地出土的古老艺术 尤其是古代的波斯艺术 以及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初的西方艺术等 都具有对称的特征 立 转 书的对称平衡 结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美 有时呢 又不免流于静止的城市化和规格化 因而失去了现实生活中的生命感和力量感 重要的楷书 则改变了转力的习惯架势 字体表现为左低右高的斜侧之势 它已不是那种线条的整齐一律 均衡对称的形式美 而是一种多样流动的自由美 这对后世书法的体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形式上 小传和汉利一般都是整齐排列 每行的中轴线直观而下 而重要的楷书 却是行间错落 复杂曲折 比如 兼机制表第五行 神略和 深山穷几个字 构成此行的中轴线 其他的比如我们可以看出来 齐机尾偏左 任德仁偏右 最后的古字 又向左偏 仔细的观察 就是神略两字之间 也充满了变化 毫不刻板 就这一行的每一个字来看 略字右重 尾字左沉 深字凭正 再加上 齐字小 鸡字大 深字 竖画不深 齐字 直笔赫然 这样就形成了 整行乃至全篇字的 错落迭档 取得了变化多端 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 从而避免了那种 平直相似 壮如涮子 上下方整 前后 齐平的 呆板 局势 重要楷书 自诗形式上的变化 代表着书法 乃至其他艺术 由简单对称 整齐 向着复杂 多变 和 非遁称的方向 发展的 必然趋势 艺术的表达了 人对世界的解释 和看法 对世界的较正确的解释 不是用具有严格对称 和规则的图示 去统一它 而是通过各种力量之间的错综 作用 体现出其中的复杂关系 中央书法的第四个特点是 幽深茂密 张怀冠 曾用幽深无忌 古牙有鱼 来概括中书的意境 梁武帝则称他 姚书如 云鹤游天 群红细海 行街茂密 实意难过 从中央楷书作品的整体 境界来看 即是一种茂密 幽深的意境 追求一种 不露人工痕迹的天然一曲 茂密 并不只指 自捐行剧的布局周密 如贺杰表的 行笔的表现形式上的疏密 即 字句行剧间的空白 或多或少 取决于书家的审美心灵 和艺术情感 从外表形态上看 磁铁字句行剧 特别空苦 显得书朗旷达 这种布局形式 是与 魏晋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 和人生态度相吻合的 所以 茂密的形成 主要以他用笔的苍劲和字式 笔法的 其些错落有关 不仅如此 还常常表现为 笔画之外多有异曲 意味无穷等等 唯茂密 才能给人以忧生之感 他是忠遥的美学趣味 艺术理想 思想感情 文化素质 艺术实践的综合反应 总的来说 忠遥适应时代的要求 通过他的努力和个人才能 在中国书法史上 开辟了一个新的楷书时代 创造了质朴古雅 茂密幽深的独特艺术风格 成为书法史上的典范之一 百度也不成为立法 受 influenced 都不得了 未经许的此 Students 证明